在台南市则发生了这一起车祸 是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回转时撞倒机车 那么当时呢 机车男骑士摔倒滚进了轿车的引擎底盘 整个人被卡住 路人看到联盟通报警销人员还有郑义哥 是连安全帽都来不及脱就来合力台车 为的就是要协助这一名压在车底下的男骑士脱困 穿着黑色背心的男子被压在白色轿车下 下半身卡在底盘卡得超紧 男子用额头抵住手背强忍疼痛 他把他打打而已 打给他给爆通 打通档就好 对 打通档就好 警销接会通报道场救援 联路过的民众也来帮忙 像正名穿着短裤的郑义哥 连安全帽都来不及脱 和消防员合力台车 帮受困男子减轻疼痛 一部轿车跟机车的车祸 那当时撞起力应该是蛮大的 机车在车子底下 整个汽车骑士都在轿车的下面 这起车祸发生在台南市金华路和延城路口 28号下午5点多 这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回转时 和机车相撞 骑车的男骑士摔倒滚进汽车的引擎顶下 正个人被压住动弹不得 现场民众打电话叫救护车 还有郑义哥干脆帮消防员一起抬车 靠着众人之力 男子在被压三分钟后终于脱困 送医后只有右手肿插伤 没有大碍 多亏了正义路人帮忙 才没让伤势变重 中文学来关张陈文杰台南报导